好另外在看到花蓮县议会保安小组实地考察的时候 对于每个餐具的清洗费35元澄清表示 35元是一组碗筷并且以工人一个月的平均工资来计算 所以并非是硬性的规定 业者必须将环保餐具送来清洗中心来清洗 35元洗一套碗筷非常不可思议 民进党议员胡仁顺就秀出夜市联络群组业者纷纷退群 并指出许多业者不知道要收费35元 洗碗一个35块这个价钱还没有出来之前 这个所有的东大门的摊商的夜市的所有的摊商就全部都退群 那更何况今天我们来到县地县干之后 在这一次环保局提的这个案子最佳的预算之后 很明定的很明确要洗一个完要收取35块这件事情 我想一定会引发一波更大的波澜 如果说一开始就设定35块 要做这场生意其实是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讲是不可思议的 尤其是投资那么大的一个成本 那我们也希望所有花联县政府的投资 一定要做精密的计算 你才投入 要不然你未来盖了以后 有可能会变成巨大的一个蚊子馆之外 没有人来洗碗 而且要强迫民众的店家 所有来到这边来做相关的营业 一个碗一个筷子要35块嘛 其实不用到那么贵的价钱 县员吴东升则认为 合理的价格洗一套3.5元还差不多 还是希望县府能够改进 两道机具刚刚环保局的解释了 可以洗8万个碗 那今天东大门参加只有66摊 他们碗不多 所以预估会是35块 那如果8万个碗来洗的话 我希望会是在3块半、2块 环保没有专家 只有靠大家 我们争取了一个良好的地方 如果太近市区的话 位置太小 那未来如果大家要参与的话 要找第二点 那现在有这么大的基地 然后又有两套的希望基金 但是35块真的是很贵 对此环保局副局长劳清隆表示 当初规划清洗中心 营运成本每个月初估90万元 属于平衡前提之下 出勤目标 东大门所有内用66加 摊商全数加入 每套费用35元 如果真的是35块洗一个的话 你们觉得会不会太离谱 这个已经超过我们 当初预算的 就是本身我们购买 一些用品的预算很多了 因为如果说我们要配合 上面的全国政策好了 环保爱地球 最起码的话 我们会配合 可是它的价位 应该不会是这么的高才对 值得一提的是 7月起 一次性餐具垃圾 送台宁计划炉 业者也必须自费 记者凌杰 华丽市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